话说有这么一只神奇的股票 在过去的四个月一共85个交易里 它每天都会涨停或者是跌停 甚至有的时候是先涨停再跌停 或者是先跌停再涨停 买了它的股民基本上每天都能体验 从ICU到KTV的高频切换 它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先是涨了三倍 然后呢再跌掉了80% 你就说刺不刺激吧 不过呢这场大戏眼看着就要落幕了 因为它马上就要退市了 这个股票呢就是大名鼎鼎的ST泛海了 这家公司可是老资历了 94年就在深交所上市 最高市值曾经接近过千亿元 老板卢志强在中国的商界 也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他的旗下有地产跟金融两大主业 地产方面除了泛海困股之外 他还买了李嘉诚旗下的 合计岗路71%的股权 那至于金融这块曾经更是厉害了 参与发起成立了民生银行 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直到现在老板都还是 民生银行的副董事长 另外呢还控股了民生信托 83%的股权 民生证券73%的股权 此外还有保险 财富管理等等的业务 光是泛海本身的资产规模 最高的时候就超过了2000亿 营收也达到245亿元 在2009年的胡润榜上 他排到第五 那卢老板扩张的利器 跟其他大佬一样都是杠杆 尤其是他有银行跟信托 融资就很方便 故事并不新鲜啊 转折来自于金融去杠杆 楼市调控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和自己的风控也不到位 像2020年 他旗下的民生信托 就采雷了武汉的金黄珠宝 80亿元的假黄金案 据说因此损失了40个亿 随后呢 民生信托又相继采雷了 宝能加招业等等 每次都是亏几十个亿 再加上泛海本身的地产业务 也出了问题 所以很快就不行了 2020年巨亏46个亿 21年 22年 更是每年亏掉100多亿 今年这边还没过完吗 前三季度又已经亏掉了 接近70个亿了 他的每股净资产 已经变成了负的2块3 因为泛海债钱的太多了 现在搞到民生银行都发公告 要起诉泛海控股 跟自己的副董事长卢老板 要索赔70多个亿 那经营不行 股价自然就崩了 今天岁月的时候 公司又跌破了一元的面值 然后时控人就赶紧出手增持 再加上有债务重整的预期 居然公司的股价还连续涨停了 在国庆节前最高涨到3块3毛9 但是就在创新高的当天 就出现了天地板 随后股价是连续的跌停 12月1号的晚上 公司公告说重整失败了 结果在已经连续两天 跌破了一元面值的基础上 股价又连续 涨工资不容易 但是涨人民币这个事 就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 现在短短十几天内 人民币是从7.31升值到了7.14了 春节要是出国有可太香了 买进口的化妆品和手机等等 相当于直接打折 但是在这轮人民币反弹之前 可是经过10%的贬值的 最低到过7.35 在最悲观的时候 有人甚至喊出要贬到8 吓得很多人排队换美元 那人民币为啥这轮会升值呢 主要三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美元指数跌了3% 跌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现在加息快结束了 估计明年得降息 所以美元在走弱 而美元指数一下跌 其他主要的货币就都相对上涨了 像最近欧元升值了4% 日元升值了3% 人民币也是升值了3% 第二是内部原因 有业内人士说 快到年末了 要统计GDP了 那汇率的升值会有助于改善 美元计价的GDP数据 所以央行在外汇市场上 抛售美元做多人民币 他还补充说 去年也是10月份 人民币就有过一轮7.3到6.7的反弹 那会儿美国都还在加息期呢 所以那会儿的人币反弹 跟美元利率是没关系的 也是央行下场操作的原因 还有第三个原因是 快过年了 所以出口上有季节性结会的需要 今年因为美元升值 很多外贸的企业 它收到了美元之后 就不马上结会 持有美元存款收高利息 可是由于年底要结账 又加上人民币在升值 就导致他们现在在集中结会 10月份银行代客接收会逆差 有194亿美元收窄至81亿美元 11月份还会加速 除此之外 就在昨天 中国跟沙特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互换规模是500亿元人民币 那以后沙特就可以用人民币 直接来买中国制造了 咱们也可以直接用沙特货币进口石油 都不用再换成美元了 这个事对人民币又是一大利好 所以当天人民币又升值了几百个基点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接下来人民币还会持续升值吗 外汇研究专家谭雅林教授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预测 说今年人民币会贬值到7.4 7.5元 那最后我们看到是贬值到了7.35 但是跟他的预测只差0.05 这已经很精准了 毕竟影响汇率走势的因素太多了 加上各国的央行还会亲自下场 去干预汇率的走势 那现在谭教授的最新观点是 12月以后人民币会逐渐进入到升值周期 随后外资会流入 利好咱们大A股 而高盛也是预测说明年A股会上涨16%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真的话 那接下来除了钱会变值钱 账户还能回回血 真是一段好日子呀 但是呢 台亚林教授还有句耐人寻味的话 他说如果按照去年的逻辑 那么人民币的贬值并没有结束 去年的这个时候 人民币在快速升值修复之后呢 还是进入到了贬值周期 那也就是说 他对人民币的中期走势有点不乐观 的确啊 中长期预测会 你知道美联储为啥一直加息吗 因为天太热了 当然这是玩笑 但也不完全是玩笑 因为极端的天气 尤其像今年这么热的天 真的是会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 包括有可能会加剧通胀 世界气象组织说了 在厄尔尼诺现象 和温室效应的双重夹击下 今年的夏天 极有可能将会滚烫无比 而且的研究表明 厄尔尼诺对于气温的影响 一般要在出现一年之后 是最明显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今年这个高温 可能还只是蓄取呢 明年的考验将会更加严峻 那像这样的极端天气 它除了会让我们感觉特别热之外 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尤其在农业 以及能源产品上 因为极端的天气 它也会影响供需 导致大宗商品上涨 从而引发通胀 这里呢 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什么是厄尔尼诺啊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特点就是赤道太平洋 东部和中部海水的 大范围的持续的异常变暖 因为水它每上升 或者下降一度 所吸收或者释放出来的 热量是最高的 那海洋又占了地球面积的 71% 当海水在大面积的异常变暖 就意味着地球的体温 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 气候不再风调雨顺了 你看前不久 河南等地的卖收时期 不就是因为遭遇了连续的降雨 小麦都还没来得及收割完 就发芽了 还有现在四川的某些地方 也因为今年天气的异常 少雨 导致没法中水到了 有眼尖聪明的 赶紧改中了玉米 还有手慢的 就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错过了农食 颗粒无收 再比如巧克力的原料可可 它主要的种植区 在西非科的迪瓦和加纳等地区 也正在持续经受着 高温干旱的考验 产量可能会大幅的减少 另外呢 还有像大豆的产量 也可能会受到 这种天气的影响 咱们国内的大豆和豆魄的 期货行情 从六月份起来 这个涨幅度已经超过11%了 要知道这可是大宗商品 榨油的企业或者饲料厂 要是没有做相关的 套期保持的话 这种涨价幅度 可能会让它今年全年白干 一分钱都赚不到 另外呢 还有像白糖咖啡呀 还有什么橡胶之类的 都会存在着 因为高温导致作物减少 进而涨价的可能 所以说呢 不少国家也在考虑 如何在金融市场上 做一些相应的准备 来对冲风险 比如说 极端的天气 咱们是没辙呀 但是不可以设计一些 相应的天气期货 来对冲这种风险呢 玩得最溜的美国 在99年的时候 就已经推出了 天气指数期货了 那咱们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 但是广州的广期所 大连的大商所 都已经在做着相关准备了 天气这么热 大家很难受 但其实最难受的还是股民 不但要是经济学家 还要当气象学家了呀 这两天指数反弹的很猛 但是我们的市场 会不会就此迎来 彻底的反转呢 有香港投行最近研究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990年到2022年期间 A股总共上市了 4800多只股票 把他们在上市期间里面 创造的净财富 从高到低进行了排列 结果发现 A股32年里面 创造的总净财富是 1.85万亿美元 而这个数字 跟表现的最好的 前25家公司 所创造的净财富总和 是一样的 25家 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 0.5% 也就是说 剩下的99.5%的公司 累计创造的净财富是零 这些公司根本不能给市场 贡献足够的股价上涨和分红 来覆盖它 从市场融资抽走的资金量 这么来看的话 我们经常说的 股票的长期回报的 二八定律不准确呀 应该是0.5与99.5定律 而美国这个比例是5比95 其他的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 分布的会更加均衡一些 你看过去我们经常会批评 教育小赛 说他们亏钱 就是因为频繁交易 追涨杀跌 可是现在我们却发现 即便尽可能的少交易 长期持有 也未必挣得到钱 因为5000家上市公司里面 居然只有25家是来送钱的 其他都是来提款的 更不用说咱们连续8年来 减持的资金量 还要大于IPO的资金量 IPO收割完了 减持 减持套现之后呢 还可以再一次次的再融资 难怪连华尔街大佬 贝莱德都被割得嗷嗷叫 说买不完 根本买不完 这个市场本来就缺乏赚钱效应 却让小伞背了锅 刘继鹏教授说过 A股是个投融资市场 在一次会上 他和中金的总裁有过一场争论 因为总裁认为 上帝应该是上市公司 也就是融资帮 但是刘教授却认为 上帝应该是投资人 或许正是因为存在着 这样观念上的差异 咱们现在并没有再比 谁更能给投资人 带来财富效应 而是再比谁 更能为融资端降低门槛 而反观美股 苹果值2.7万亿美元 但是融资总额 只有1.82亿美元 它的市值是融资额的1.5万倍 过去10年 苹果一共投入 6200多亿美元回购股票 然后注销 微软更夸张了 市值3万亿 融资额只有0.59亿 市值是融资额的5万倍 这是硬往投资者的 口袋里塞钱吗 注册制呢 它本来也是个好东西 能让更多有潜力的企业 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 踏进资本市场 实现快速的发展 但是就像管青欧老师说的 注册制要用好 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严刑俊法 二是平衡好退市和IPO 这说到根子上了呀 乌洋洋的上市了 但是造假的 不会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 经营不好的 也不会被扫地出门 还可以继续坐地圈钱 也难怪 每股4000多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420万亿人币 咱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 却只有80万亿的市值 有人说 A股是经济的情欲表 我觉得 A股其实更像是 信心的情欲表 只有完善A股的各项制度 才能让投资者 又有一位行业大佬 出面扣问A股了 说其实中国的股市 就不应该这么多年 总是在一个水平上晃悠 原因是 咱们的资本市场 有很多合法合规的漏洞 正是这些制度上的缺陷 在不断地侵蚀股市的根基 说这个话的人叫林毅相 他曾经是证券法起草组的顾问 投资基金法起草组的成员 中国证券业协会原副会长 首先呢 他说这个融券业务 就存在有很大的漏洞 拿经地股份这个案例来说好了 战略投资者 配售的股份 其实是限售股 那按照规定要持有12个月 证券法的第36条 都已经明确说了 对于有限制性规定的股份 在规定期限内不得转让 可是呢 交易所的转融券交易实施办法又说 这种战略配售股可以出借 而且出借之后呢 就可以按照无限售流通股来管理了 交易所的这个转融券办法 违反了上位的证券法 就应当立即废止 而且呢不光是经地股份这种转融券啊 整个融券业务都会存在着 帮助大小非股东逃避锁定期限制 帮助定增股东无风险套利 和利益输送等等很大的问题 融券业务的初衷是为了抑制新股爆炒 可是现在作用正好相反了 因为可以融券卖供之后呢 有些人就把新股价格先拉高 高位融券卖出获取更大的利益 等股价跌下去之后呢 再买回来收割散户 他说有的转融券的费率都能达到60%了 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参与的各方 在搞共谋获取非法的利益 这个漏洞使得咱们的中国股市 被无节制的做空和掏空 还有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伪IPO伤害了股市的根基 他说资本市场是服务实体经济的 IPO和再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让资金 从资本市场里面流到实体经济里去 可是呢现在不少公司的IPO 它目的就是为了来圈钱牟利的 比如说他可能会在IPO之前先巨额分红 IPO目到的资金呢 再拿来回补那些分红的资金 更严重的是上市之后呢 再进行大小费减持 高价套现其所持有的股票 然后再离开股票市场 甚至离开中国 那这种伪IPO呢 会极大的破坏市场的机制 扭曲人的行为 典型的表现就是造假上市 欺诈上市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公司 一听说要去现场检查 就马上主动撤回上市的申请 这种现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由于IPO能给大股东 带来几十亿甚至更大的利益 所以他们肯定会想尽一切的手段 企图蒙混过关 那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 严厉的惩罚 就很难有金融强果 那怎么解决呢 他认为其实股市 一定要从融资市场 转为投资者市场 为融资者解决迫切的 生存问题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只有立足点改变 才能转换思路 打击那些不利于投资者的 各种违规现象 而且打击一定要严厉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顶格处罚 此外呢 他建立设一个金融稳定基金 规模呢 可以从五万亿开始 目标十万亿 那这个规模就已经可以占到 股市自由流通市值的 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比例了 每天做三百份的手工咖啡 月薪只有五千块钱 一旦迟到市价什么的 还要扣掉一千 这样的工作你能受得了吗 在某家咖啡连锁店内 同一天 不同门店里的两位顾客 因为催单 一位呢被情绪失控的男店员 扇耳光 一位呢被歇斯底里的女店员 泼了咖啡粉 最后设施的男店员道歉和解 女店员被辞退 而这已经是这个咖啡连锁店 在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三起 此类事件了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这个设施的咖啡连锁店 其实是行业里的一匹黑马 它很有自己的特色 它走的是精品加平价的路线 精品还要平价 所以怎么才能做到 既好喝又便宜呢 比如说 它更加推荐用户是既买既走 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压缩 门店的面积跟成本 单杯咖啡 它的定价在15块到20元左右 可是现在9块9的咖啡 都已经遍地都是了呀 于是呢 它规定自己带杯子 可以再减5元 当其它的竞争对手 大规模的采用 自动化制作咖啡的时候 它坚持半自动 咖啡是要手工参与 抹粉萃取拉花等等的步骤 当别人 每一份咖啡的咖啡粉 控制在20克以下的时候 它坚持保持在25克 那这样的做法 自然就会让它家咖啡的 口感更加的浓郁 但是为了追求极致的性价比 这家咖啡品牌 只能尽可能的削减电源 从一开始 每个门店四个人 变成了两个人 有的门店只有一个人 而第三方数据显示 这个咖啡连锁店的 门店日单量高达500分 这么来算的话 就算电源中途不休息 那平均三分钟 就得做出一份手工咖啡 还不包括其他的那些什么 理货 点单 清洗之类的工作 而且这家咖啡连锁店的 订单系统 在非营业时间也不会关闭 那店员每天一早上班 就要面对着拥挤的订单 甚至忙到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 在这么高的工作强度下 员工平均月薪 居然只有5000块 而且还规定说 迟到 市价什么的 都要扣掉1000块 还记得四年前 有一篇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 而这家咖啡店的算法系统 基本上也把他的员工 精算到极限了呀 但是对打工人来说 没有选择 只能接受 从这家咖啡店后来的 处罚决定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于顾客的倾斜 但并没有看到 他对于员工的管理上 做了任何的调整 而令人揪心的是 像这样疯狂搞内卷的行业 咖啡并不是个例呀 什么新能源汽车 光伏 养猪 电商等等 都是不要利润的卷 不顾成本的卷 卷的供应链的不赚钱了 卷的企业高层 唇枪舌剑的户怼 卷的员工情绪崩溃 这好像并不是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中国人深信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做的不好往往先归 就于是自己不够努力 好吧 那就别人工作8小时 我工作10小时